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耶稣这段话是提醒门徒 要有盼望 他是跟门徒分开 要死 但是马上会复活 复活以后又升天 那就要等很久很久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再来了 他到天父那里去干什么呢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预备地方 等到预备好了 他就会来接我们去 耶稣的预备很久 两千年 耶稣的动作怎么这么慢 预备地方是什么意思 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都在做些什么事 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一个做的事就是约翰福音这里讲 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 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 和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看到 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坐在上帝的右边 替我们祈求 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换句话说 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做的事好像两件事 一个是预备地方 一个是为我们祈求 这两件事应该就是一件事 他为我们预备地方 不可能是预备一个物质的环境 黄金街闭育成天上 早就预备好 真正在预备的 也就是在用祷告来预备的 是预备我们 因为天堂 天上的家 天上的住处 就是我们 以福所说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被耶稣基督建造成为神的家 我们回到神的家 神的家 就是由我们组成的 圣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垫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三节说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 就指会幕里面的那些东西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 会幕里的一切东西要被神使用 要用血来洁净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天上的本物 也就是天堂的本身 也就是天家的本身 就是你我 我们要用更美的祭物 就是耶稣的宝血 圣灵的大能来洁净 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了 我们今天在世上 一直都是一个训练修剪的时期 神在训练修剪我们 从耶稣复活升天 洁净了我们 使我们重生得救 然后要我们成长成美好的样式 耶稣是不断地在那里求父神 或者差遣圣灵 来到我们身边 来到我们心里 来塑造 来修剪我们 让我们越来越美好 能够完全成为天上物件的样式 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说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这句话很难懂 属我却没有结果子 怎么可能人属于耶稣 却没有结果子 最好的解释就是 名义上受洗了 在教会里是属主的人 但是里面没有连于基督 没有结出果子 这样的枝子要剪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在圣经里面 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时候 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 我们在讲基督徒生活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长进 另外 我们太多灰心失望的事了 以至于我们总有一种态度 就是 哎呀 不管我们怎么样 神都爱我们 那就不长进吧 神也不怎么在意 那么就不要很追求了 追求也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会有这样的态度 那么侍奉的时候 我们失败的太多 我们常常也不存着什么指望 我们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我们最好的基督徒 看到教会不好的状况 最好的基督徒 看到自己的不长进 我们常常都会说 哎呀 尽心嘛 努力就好了 没有好结果 这都在主的手里 各位 这不是圣经的态度 圣经没有说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刚好相反 格林多前书九章十节 耕耕的 当存着指望去耕耕 打场的 也当存着得良的指望去打场 各位 我们到学校读书的时候 我们到百货公司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 结果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带着的心 你要去 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东西 从最小的事情 到最大的 我们的婚姻家庭 我们都希望有所收获 能不能有收获 是另外一回事 收获好不好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不会 一开始就不存着指望 我们要存着指望 在世界上尚且如此 在神永不废弃的国度里面 更是如此 神栽种我们 不是说结不结果子 没关系 他要我们结果子的 你养育儿女也不会说 他长得大长不大 没有关系 你指望他长大的 不仅是个别的葡萄树 整个葡萄园也是这样 以赛亚书第五章讲到 以色列或者教会 好像上帝的葡萄园 上帝对他的葡萄园 不是说结不结果子 没关系 果子甜不甜 没关系 多不多 没关系 没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 会这样说 耶和华为他的葡萄园 做了一切 原主该做的事 选了好种 栽栽好土 请了好园丁 做了一切 要葡萄结好果子的事 如果做了这些 仍然没有结出来 耶和华就问了 那我还要做什么 我指望结好葡萄 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 什么叫做 神指望他的葡萄园 结好果子 五章七节 万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就是教会 他所喜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 就是基督徒 他指望的是公平 谁知道有暴虐 指望的是公义 谁知道有冤生 他指望在教会 在基督徒生活里面 结满了各样圣灵的果子 当做了一切的事 一切的改进补救 他要毁掉那个葡萄园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一节 讲得好重哦 对一个不结果子的葡萄园 要下手除灭那些 使果子结不出来的人 另将葡萄园 租给那按着时候 交果子的圆户 对葡萄园是这样 对无花果也是这样 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七节 一个无花果的园主 到无花果园里面 三年没有找到任何的果子 他就对园丁说了 哎 我这三年来到这一颗 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竟然找不到 把他砍了吧 园丁说 再给他一年的时间 各位 我们不能忽略圣经 这么多明显的 从旧约到新约 从耶稣自己口里讲的 他要我们结出果子 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 结实累累的树 让我们的生命丰富美好 让我们有越来越多圣灵的果子 我再说一次 各位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 我们每个人 读书 结婚 买基金 做任何的事 都希望有一些结果 能成就多少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都希望有一些结果 那么我们很希望 主耶稣 在父面前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为我们预备地方 把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 借着我们的崇拜 婚姻 家庭 交游 旅行 各样的事情 让我们成为一棵 多结果子的树 一个更贵重的器皿 提摩太后说二章二十一节 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各位姐妹 弟兄我想也是一样 我们为着我们装东西的一个皮包 我们都有讲究 即便是最普通的一双拖鞋 你希望它穿的是舒服的 是对你的脚有益的 起码没有害处的 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穿什么 吃什么 喝什么 都有最低标准的一点要求 那么各位 看重你自己的生命 过于看重你的皮包吧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能行各样善事的 要这样做 负面的要 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和平 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他把很多的荣美 加在我们身上而已 是我们会羡慕这些荣美 让我们羡慕那个美好的东西 耶稣说了 旧约也有讲 新约也有讲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 上帝的园子 上帝的果树 要结出来的 不结的 不能够交出果子的 主总有一天会废掉它 在主耶稣的生平里 真的做了这一件事 耶稣的神迹 都是叫死人复活 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得洁净 平静风和海 让五千个人吃饱 都是正面的 只有这个神迹 是负面的 叫一棵无花果树 死掉了 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马可的写法 很真实 很具体 十三节 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 到了树下 尽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哎呀 马可加了这句话实在是多余啊 他不要讲这句话 我们还可以想办法 把耶稣的作为略作解释 他加了这句话 我们就真的非常脸红 各位这些 不是马可无意中 或随便墨水太多了 要多写几个字 不是 不管是马可福音讲 他饿了 或者约翰福音讲 他在十字架上 他渴了 在路上走路 他疲倦了 这一些话 都是提醒我们 耶稣不仅完完全全是上帝 有完全的神性 创造宇宙万有 托柱万有 审判万有 管理万有 拯救一切属他的 不仅耶稣是神 与神同荣同尊 同受敬拜 耶稣也是完全的人 有完全的人性 除了没有罪以外 跟你我一样 会饿 会渴 会累 会病 会死 只是我们死 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 他死是会背负我们的罪 他饿了 他也有情绪 他没有罪 但是他有情绪 他看到一棵 花果树 有叶子 就过去 要在树底下找 你看 他摘果子 还没有孙悟空的千里眼 耶稣还要走到树下 看半天 只有叶子没有果子 对我们这些外行人来讲就是 这是一棵活的树 马可多加了一句话 叫我们气死了 因为不是收果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不是收果子的时候 你不应该指望在这里 找到果子 但是耶稣像很多男人 肚子饿了 情绪就不好一样 他就发脾气了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马可很会写 在圣灵的末世之下 说完这句话 就不讲发生什么事 十五节讲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纯心掉你胃口 那树怎么样 不讲 到了耶路撒冷 进了圣殿 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 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殿必成为 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耶稣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 因为没有果子 耶稣咒诅 耶稣咒诅错了 因为那个时候 根本不应该结果子 所以是耶稣脾气不好 不过呢 他咒诅好像成功 无声论 罗素说他为什么不信基督教 有很多的理由 包括他觉得耶稣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 他就举这个例子 他你看耶稣的修养很不好 那个树没有果子 而且不应该结的时候 本来就不应该找果子了 他就乱发脾气 这一点风毒都没有 罗素讲的有道理 如果从无声的观点来讲 当然我们主作每件事都有道理 我们等一下会讲 罗素忽略了一件事 如果耶稣咒诅无花果树 被记下来 那必定是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无花果树真的死了 如果罗素要说耶稣的脾气不好 他得承认一件事 耶稣的坏脾气可以咒诅一棵无花果树 你怎么敢得罪他 好 不管怎么样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对他说 拉比请看 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 死了 冤枉啊 不是结果子的时候 被一个坏脾气的人骂了一句 含羞而死 好 耶稣回答说 二十二节 你们当信服神 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是 你们当信神 就你们要有信心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丢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二十五节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这些话我们都要解释一下 我们尤其要解释 马可在讲什么 一棵无花果树被咒诅死了 跟祷告要有信心 跟饶恕人有什么关系 放在一起讲干嘛 各位有关系的 整个圣经每个字 都是上帝的末世 有他的意义 很多时候看不出意义 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力量 或者忍耐等候 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妄论圣经 妄论耶稣 好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 照马可的写法 为什么把耶稣洁净圣殿 跟咒诅无花果放在一起 因为这两个是一个 以色列人一枝像一棵 不结果子的树 任意妄为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 我多次拆遣人到你那里去 你不听 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圣殿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圣民 以色列应该多多结出果子 他们是这个世上 领受了上帝的律法 跟上帝立约的唯一的一群 他们有特别的福气 特别认识主 可是他们所活出来的 不是无花果树 不是葡萄树 不是橄榄树 是经济和吉利 上帝想尽一切办法 要改变他们 修理他们 他们不听 他们把神的殿 变成贼窝了 他们是选民 却是荡负了 神是容忍 就跟神容忍我们一样 但是各位 不是永远的 神的儿女 要趁着有今日 好好地悔改 要不然 我们遭遇的会更严重 因为我们蒙的恩典更大 圣殿被耶稣洁净 跟耶稣咒诅无花果树 是有关的 你们赶快悔改 免得就死亡了 好 这是我们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还有更困难的问题 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你怎么能指望我们有果子 各位 你再想一想 耶稣在讲什么 你再想一想 主对每个基督徒的要求 是什么 主要我们爱人 主要我们饶恕人 主要我们圣洁 主要我们良善 主要我们侍奉 主要我们喜乐 每一件事 不是有人打你 左脸右脸给人家打 我们做基督徒 每一件事 各位 按着自然 按着理性 都做不来的 你去信一个 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 按着理性 信不来的 各位 我们每个人 要信耶稣 都要跨过一个 很难的时候 按着我们的个性 按着时间 没有一个时候 是信耶稣的时候 所以你说 等我大学毕业 再信耶稣 等我把家里的 这件事情办完了 那件事办完了 再信耶稣 我要回去埋葬 我的父亲 从非常合理的理由 到非常不合理的理由 我们没有一个理由 是合理的 因为信耶稣 是我们生命里最重要 没有一秒钟 可以没有的事 我们在罪恶里 我们罪恶的本性 会觉得 信耶稣 不是现在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也会觉得 主的任何一个吩咐 现在不是做的时候 十一奉献 哎哟 你知道我每个月的收入 只有多少钱 如果我奉献了 就没有了 每个礼拜要聚会 哎哟 一个礼拜聚会 每次来教会 两个钟头耶 很花时间耶 我在教会里面 很辛苦 很累耶 要崇拜 要奉献 要爱人 要勇敢 要刚强 要在各种情形下 结出果子来 要以善甚恶 时候还没有到 信耶稣以后 顺从耶稣 信耶稣以后 多结出果子来 按着你的本性 罪恶的本性 罪恶的理性 没有一个时候是 亚伯拉罕不应该 献以撒的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 叫一个父亲献儿子 耶稣不能叫我们 饶恕仇敌的 任何一个时候 都不应该饶恕仇敌的 要成为神的儿女 没有一个时候 是恰当的 这个叫做 不是结果子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结一个果子 都不是凭着自然的时候 都是凭着信心 这就是耶稣 为什么在这里 叫我们要有信心 有信心的重点 不是你要咒试 无花果树的死 刚好相反 而是你要靠着主 来遵行主的命令 靠着主 来遵行 看起来 好像要走过一座 大山一样 大山算什么 你有信心就给你成就 各位不要讲 大山小山的挪开了 这我们会觉得绝对不可能 我们讲另外一句 非常非常小的事 我们觉得也不可能 我们常常生活中都有的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饶恕他 各位 这不是饶恕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 他死了就是了 没有哪个时候是饶恕的时候 没有哪个时候是我们能够 劫出饶恕果子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时候 我们是败坏的 我们是堕落的 因为不是收果子的时候 我再说 答案很简单 靠着我们自己 一分钟也劫不出来 永远劫不出来 一粒青色的果子都劫不出来 但是你要有信心 有信心的时候 神就做奇妙的事 我们不要讲那些惊天动地的事 我们就讲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的事 包括主日敬拜 真是无聊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都来了 包括我们不想奉献 我们希望人家奉献给我们 可是我们奉献 包括我们服侍得很辛苦很累 可是我们服侍了 甚至有的时候还有喜乐 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 任何时候的生活 都是一个神迹 都是非常奇妙的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我们祈祷的时候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被很多的灵恩派用来说 祷告就是无所不能的 看起来是这样 你祷告祈求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我们讲信心 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最普遍的一个错误 就是信 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一种功力 信心越多 就是功力越大 我们能做的事就越多 信心够大的时候 呼风唤雨 信心小一点的时候 忍耐风雨 没有信心的时候 感冒生病 就我们常常这样想的 各位不能说完全错误 但基本上是错误的 在圣经里讲信 不是你里面发出一种的能力 不是你里面发出的一种功力 功夫 本事 信心也不是环境 或者有一些很优秀的 包括牧师 或者传道人 或者什么人 他给你的 信心最基本的 就是出自神 信心不出自人 所以我们不会同意自信心这个字 我们没有自信心 如果我们有自信心 也是因为神 一定是仰望神 因为神 因为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太多了 能不能简化一点讲 可以 因为神的启示 我们人在神的启示之下 我们产生了对神的一种认识 神的启示也太丰富了 能不能再简化一点 可以 信心是因为神的作为 神的启示 因为神所启示的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 经上所记的 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的事太多了 他的话也太多 能不能再简化一点 可以 信心是因为神的作为 神的启示 显明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也就是神做的一切 让我们产生正确信心的 就是耶稣被钉死 这件事情 让我们认识了上帝的爱 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公义 你说我不认识 各位 耶稣基督的死 罗马冰钉看到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看到了 从加利利跟随耶稣的人看到了 你看到耶稣被钉流血 你信他吗 在十字架底下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段时间 看到耶稣的很多 信的很少 神迹能够叫我们信耶稣 我如果看到神迹奇事 我就会信了 哦是吗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 行了五秉二举的神迹 众人要拥护他作王 当他讲了一篇道 解释五秉二举的神迹的时候 众人都离开他 简单的说 耶稣的话就是说 不要在意这些吃的东西 这些东西吃了你会再饿的 这些东西吃了你还是会死的 你要得到那个吃了就不会死的食物 那些人说 哦你要给我们吃了就不会死的东西 那是什么 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众人听了就觉得我们碰到一个神经病了 耶稣一再在约翰福音里面那里讲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 讲完了 神经上讲 大家都走了 走到一个地步 只剩下十二个门徒了 彼得 讲过很重要的话 在马太福音 耶稣说 人说我是谁 彼得说 有人说你是这个 有人说你是那个 你们说我是谁 哦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哦 耶稣说哇 了不起 这个答案是天上的父给你的 彼得另外说过一句话 就是在约翰福音这里 当众人都要离开的时候 耶稣说你们也要走了 彼得说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随谁呢 我们不走 各位这就是真信心 耶稣的作为 耶稣的话 耶稣一切的作为 我们看到了会产生信心 No 我刚才讲 你看到耶稣的神迹 你看到耶稣被钉死 你吃了那饼 你仍然可能灭亡 你怎么才能信 所以我们再回到信心的定义 信心不是出于自己 信心是出于神的作为 信心是出于神的启示 信心是出于 神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启示 以及圣灵对你的光照 没有圣灵光照 我们看耶稣的死 就跟很多人在那里 讥笑一样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你就走下来 如果你被圣灵光照 你就是懂了 你在约翰福音 你可以看到 我的肉可吃 我的血可喝 我的意思就是 我的话可信 我们信上帝的话 我们有信心的在世上来行事 我们不是只在讲有信心就好 我们在讲有信心的时候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会有行为来见证 我们有这个真的信心 耶稣不断的在父面前祷告 我求父 父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慧师 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你们认识我 我们感谢主 我们是糊里糊涂的 但我们被拣选了 我们是糊里糊涂的 但是基督为我们祷告 基督差遣圣灵光照我们 修剪我们 提醒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树 让我们成为越来越好的器皿 各位也请原谅 我们常常喜欢说 雪中送炭 不是锦上添花 可是在圣经里 是锦上添花 雪中没有炭 对了 雪中是会送炭 我们还死在最后光寒中的时候 神就爱我们 但是对每个蒙恩的人 神有非常严厉的一句话 凡有的还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 因为神的恩典 如果一直被践踏 一直被忘记 你有的那一千两银子 神也拿走了 这些我们在教会里也看得到很多 我们看到有些人 真是蒙了神的恩典 他就不断地在长进 他就不断地多结出果子 他的生命真的很丰富 有爱心 有智慧 有正义 有勇敢 各位不要以为结果子都是一样的 有五花果 有橄榄 有葡萄 不一样的 基督徒是非常多元的 但是一定都是荣耀基督的 我们的主到天上去 为我们预备地方 不是在那里 为我们准备一个花园 铺一个床 预备一个卧室 准备了两千年 不是 他是为每一代的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开遣圣灵 在我们身上工作 磨练我们 修剪我们 各位实在是折磨我们 很辛苦 不是结果子的时候 我们要结果子 忍耐不了的时候 要你忍耐 黑暗的时候 要你发光 各位要有圣灵 要有神的恩典 百分之百要有圣灵 百分之百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请弟兄姐妹 彼此带导 我们也求主继续在父面前为我们祷告 我们求主继续为我们预备地方 让我们在天上的家是金碧辉煌的 也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见证是果实累累的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我们谢谢你的拯救 我们谢谢你拆遣圣灵 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家里的 在我们工作岗位 在我们生活中的每天的工作 主我们很多时候 实在不是结果子的时候 实在不是喜乐的时候 实在不是平安的时候 你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 你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主啊在艰难的时候 你要我们有爱 在懦弱的时候 你要我们勇敢 哪一件事是我们做得到的 主啊 求主给我们信心 求主的话 求主的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蒙福 让主的工作 在枯干的树上显出生命来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